我們現在來介紹屬馬的,屬馬的朋友 屬馬的它是跟羊,它是屬於六合 那以生肖屬狗跟老虎配起來是屬三合 所以說將屬馬的跟羊、狗、虎 三個,這三個把它結在一塊 隨時帶在身邊 您的貴人就顯現,好運就連連 所以說,我們看這個圖表 屬馬的,它的幽靈貴人是屬狗 身體貴人是屬虎 財運貴人是屬羊 屬馬的朋友如果把狗、虎、羊這三個 開運吊式,掛在身邊 那它就可以幫助您在每個流年 整年的,每年的流年上面 永保安康 就是讓您,比較不會有官式式灰產生 給你流年過得愉快一點 那如果身體常常有毛病的 您可以用屬老虎的這一隻 它就可以把意外血光把它剋掉 讓您的身體,可以很健康愉快 那屬馬的求財運吼,就一定要帶羊 因為羊吼,就是要來摧發你的財運 減少你的破財損失 所以說屬馬的這一輩子的貴人是屬,狗,虎,羊這三隻 如果這三隻,永遠把它帶在身邊 您就可以,不用刻意的去求人 因為你的貴人,您就永遠把它帶在身邊 那屬馬的 這裡有一隻老鼠,老鼠是屬馬的 這個叫做六蔥 那所謂的蔥,你也知道 蔥就代表對蔥嘛,不愉快嘛 所以屬馬的朋友,你家裡不要有屬老鼠的那種 肖像啦,掛圖啦,或者是法 那個什麼,這個叫做 焦紫桃之類的藝術品 因為它是屬於六蔥,對你屬馬是比較不利的 那屬牛的,叫做六害 那屬馬的,如果你掛了 家裡面擺了一個牛的雕刻物品 那對屬馬的,也比較不利 所以說這個是六害 所以說,盡量 屬馬的朋友,狗、虎、羊 對您這一輩子最好 屬跟牛,對你比較不利 所以說,您要求貴人 就是用狗、虎、羊 這個吊飾 那我們公司有開發 小三盒吊飾 這是屬,這個在用的 那,大三盒吊飾 就是,可以掛在 大皮包,或者車上 小三盒生肖就可以掛在 這個所謂的 小皮包,還有手機上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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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